有没有那么一瞬间,你望着脚下的大地,想过一个天真的问题,如果我从这里开始一直往下挖,一直挖,不停地挖最后,我会挖到哪里? 是穿越地壳地漫,穿过融融的金属之海,还是抵达传说中的地心世界,或是从地球的另一端像卡通人物一样钻出来? 来,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个有趣的问题,来一场充满想象的地心之旅,慢慢地稳稳地一点一点往地球的最深处走去,地球的半径大约是6371公里,但我们人类所活动的范围,其实只是在最外层最薄的地壳上,就像一颗苹果我们只待在皮上。 地壳非常薄,最薄处约5公里,最厚也就70公里,我们建城市修地铁挖矿,这些都没真正深入过地球的内部。 事实上,人类目前挖得最深的地方,是苏联时期进行的克拉超深钻孔,花了20多年,只达到了12262米深,连地壳都没穿透。 而那里的温度已经超过摄氏180度,钻头温度超过500度,设备几乎融化,科学家只好放弃继续深入。 但如果我们有无所不能的工具,能抵抗高温高压,也不怕熔岩炙热,那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往下挖吧。 首先遇到的是,我们最熟悉,同时也是最陌生的地壳,这里藏着地球历史的痕迹,沉积岩,火山岩,变质岩,记录着数十亿十年来的大陆飘移,地震海啸与生命的岩化。 人类的煤炭石油金属矿物都埋藏在这里,它是一本厚重的时间书卷,等待被我们翻阅。 离开地壳,我们进入一个陌生而神秘的世界,地寒。 它不像地壳那样坚硬,也不像地壳那样充满金属,而是处在一个介于固态与液态之间的状态。 科学家称之为素性流动它像是慢慢翻滚的糖浆,里面的高温和高压促使延时缓慢流动,也正是这种运动推动着我们熟知的地壳板块飘移,制造了山川,地震与火山。 这个过程极其缓慢,以至于你可能要等上千年,才能看到一块大路慢慢移动几公分。 但正是这样微小的变化,建构了地球表面的沧桑巨变。 而有趣的是,人类对地底世界的想象,从古至今从未停止。 在古代中国文化中有九泉之下的说法,认为人死之后灵魂归于地下。 玛雅人则相信地下有通往星辰的通道,是祖先的灵魂归所。 在西方神话中,明界往往位于地底深处,幽暗、遥远、神秘。 继续往下,地寒的尽头是地球的外壳。 在这里,一切变得更加极端。 温度升高到了四千摄氏度以上,压力也是地表的几百万倍。 但最令人震惊的是外壳完全是液态的,由融融的铁和镍构成。 一个看不见底的金属之海深度超过两千公里,液态金属正在缓慢地流动。 而这种流动正是地球磁场的来源。 就像一个巨大的发电机,外壳源源不断地产生磁场,为地球提供保护伞。 如果没有磁场,太阳风和宇宙射线将会直接轰击地球。 大气层会被吹走,水分蒸发,地球变成荒凉的。 沙漠星球就像今天的火星。 在这片灼热的液态金属海洋之下,是地球最神秘、最安静、最坚硬的部分。 内核,它是一个由固态铁和镍构成的巨大金属球,半径约1200公里。 尽管温度高达6000摄氏度,因为压力极大,金属在这里却无法融化,反而变得更密实、更坚硬。 有科学家发现地球的内核并不是静止的,它似乎以略快的速度绕地心旋转。 就像一颗藏在地球内部的第二颗星球,拥有自己的节奏,它的振动节律和微妙的变化,或许会影响地球磁场甚至和地震大气循环有关。 关于地心,人类一直有着种种浪漫甚至神秘的猜想。 17世纪到19世纪,有人提出了地球空心说,认为地球内部是中空的,里面可能有空气、水源、植物甚至隐藏着高度文明。 有人称那里是香巴拉或亚加森塔,有光,有生命,有飞行器,甚至有超乎人类智慧的存在。 传说中南极和北极有一个巨大的洞口,连接地心世界的入口,美国海军的博德将军曾声称它,在执行任务时进入一个温暖的地下世界,看到绿色植物和巨大动物。 还有神秘飞行器,环绕空中,这些说法当然缺乏科学证据,但它们的流行,反映了人类对地心世界的好奇和幻想。 这也启发了无数小说、电影和艺术创作,例如《凡尔纳的地心游记》、《好莱坞大片》、《地心历险记》、《哥吉拉大战金刚》,也都曾以地心文明为背景设定。 回到现实,如果我们真的能一直往下挖,会发生什么事? 从物理角度来看,我们会受到越来越强的重力作用。 在穿越地壳和地寒时,身体会因为高温高压而被碾碎甚至蒸发。 但如果我们设想有一个完美的垂直通道,一条从地球北半球直通南半球的空洞,那么你跳进去,会像自由落体一样加速。 当你到达地心那一刻,速度达到最大,但由于重力作用已经开始反向,你会慢慢减速。 最终到达地球另一端的地表,比如从中国出发,你可能会在阿根廷某处冒出头。 理论上,这样的自由落体过程大概需要42分钟,但在实际情况中,由于空气阻力、地球自转等因素,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。 更有趣的是,科学模拟表明,你最终不会从另一边钻出来,而是来回摆动像钟摆一样在地球中心左右晃动,直到因为摩擦等作用而慢慢停在地心。 这听起来,是不是很像一段永恒的摆荡?像是被困在地球心脏里,永不出逃。 现在你明白了,地球的内部不是空心,也不是天堂或地狱,而是一个炽热庞大动态的系统。 尽管我们无法亲身前往,但透过地震波的传导地球磁场的观测,数学建模和实验室模拟, 科学家们一点一点揭开了它的秘密,但也正是因为它无法被真正看见,被触摸到,让它成为我们幻想中最神秘的一部分。 它既是地势学家与物理学家努力探索的终极边界,也是小说家、艺术家、哲学家、笔下永不熄灭的灵感来源。 我们脚下的这个世界存在太多的未知,地心或许是我们无法到达的终点,但它同样也是想象力最自由的起点。 愿你带着这份好奇入睡在梦中继续向下挖掘,继续探寻直到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地心世界。